前段时间不小心感染上了肺炎 就是奥米克戎啊 现在这是我第一张照片 就是刚感染的时候我自己测的 测了两次害怕不准 一个是拖液 一个是鼻孔 然后测出来结果是一样的 就是感染了 这个是大概是两天以后拆了一个 这个是大概是四天以后拆了一个 这个是一个星期就没了 那么感染上奥米克戎这种新冠肺炎 它有什么感觉是什么状态 我现在跟大家描绘一下 也许对大家有点心理准备 有点用处吧 今后也许会有点用处 当时感染以后我是鼻子不通 因为我本身就有鼻炎 我以为是鼻炎用饭 然后我就吃了那个抗过敏的药 过敏性鼻炎 吃了没有用 就是当天的下午 然后晚上是鼻子不通 我还是以为是鼻炎 我晚上当时有点发烧 我量了一下体温是37度7 然后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发烧没有了 鼻炎感觉还是和以前一样 但是喉咙有点不舒服 因为我本身就是抽烟的人嘛 抽烟的人大家都知道 就是有时候会磕两下 但是这个磕呢 和抽烟的那种磕有点不同 就是嗓子啊 总是感觉到嗓子这一块 有点跟以前不一样 这个时候我开始 怀疑自己是感染上了 然后我就到商场去买了这些东西 过来测测 果然是感染了 然后呢 没什么感觉啊 我反正是胃口很好啊 这感染的这一段时间 我天天胃口大开 每天吃得香睡得着 吃什么都香 肚子就像吃不饱一样 而且还精力旺盛 好像有点想去跑马拉松的感觉 到了第三天 喉咙还是有点不舒服 第二天的时候发烧已经没有了 鼻炎的感觉还是有 到了第三天的话鼻炎的感觉是好了 发烧是肯定昨天就没有了嘛 然后喉咙还是有点不舒服 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就什么症状都没有了 但是我侧还是有两道杠 但是有一道杠是比较淡了一点 就这样 我在家我尽量不出门的 因为在泰国没人管理这些事嘛 你想去医院就去医院了 你不想去医院你自己在家也行 实际上你出门也没关系 但是呢我就尽量不要出门 这段时间出去一次嘛 去到商场买了那个吃的东西 站的远远的付了钱拎了就回家了 然后就好了 很简单 什么都没有 我搞不明白 为什么有很多人害怕 因为大家都已经很明白了 这个奥米克戎这个病毒 它就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要怕它呢 我可以保证现在泰国可能 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是被感染的 他们自己很多人可能感染的都不知道 就像我一样一开始以为是鼻炎 如果不是我第二天 喉咙有点不舒服的话 因为我前面看过别人说过 奥米克戎最大的特点就是 喉咙不舒服 然后我就去买了这个试剂盒 如果要是我也不在意的话 也就是什么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 就好好的就过来了 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我觉得 大家不要害怕 这个可以说 网上科学机构打的比方 是跟流感一样 但是我认为远不如流感 甚至于远不如普通的感冒 如果一个人得了一个普通的感冒 可能会引起发烧 可能磕磕磕得很厉害 磕磕磕得肺都痛 因为我几乎是不感冒的人 因为在泰国基本上 也没有你感冒的机会 我记得很久以前我感冒 有时候磕磕磕得很难受 最少一个星期才能好 这个就是干咳两身 红楼有一点不舒服而已 我什么药都没有吃 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 我把我的亲身经历说出来 让大家心里面有点素 其实很多东西并不是像 有写人有写机构描绘的那样 那么恐怖 那么怕人 大家可以抱着一个坦然的心态 去面对这个所谓的致命的病毒 我有很多朋友都得过 他们得的都比我早 有一些可能早半年以前 可能那个时候奥米克戎的变异体 还没有现在变异的这么淡 病毒是在不断不断的减弱 一代繁殖一代它会减弱的 当时他们还有一点嗅觉问题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问题 现在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我还要说明一下 这个可能跟个人打的疫苗 也是有一点关系的 我自己个人是打了三针辉瑞 疫苗 我搞不清楚 是不是疫苗有关系 我也不知道 总之 在我身上 是等于是没有 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了说完了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